她是首位00后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 被视为张仪宁接班人 她是世平赛历史上首位00后单打冠军 参加两届奥运会却未能夺得女单金牌 成为国拼的无冕之王 她就是国拼小魔王孙颖莎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中 孙颖莎以2比4不敌队友陈梦 遗憾摘的银牌 这也是孙颖莎继东京奥运会后 再度无缘斋的女单金牌 未能打破张继科保持445天的大满贯最快记录 赛后孙颖莎表示 这或许是上天对她的考验 因为一路走来 孙颖莎走得实在太顺文 2000年11月 孙颖莎出生于石家庄 5岁接受乒乓球训练 在启蒙教练看来 球感好是孙颖莎的最大天赋 孙颖莎上第一节课时 颠球只颠了5到10个 结果第二天检查作业时 已经能颠100多个 二年级的时候 孙颖莎就在河北省苗子调赛中 夺得冠军 展露头角 当时同场竞技的选手 要比孙颖莎大两三岁 2010年 年仅10岁的孙颖莎 被选拔进入河北省队 那时候的孙颖莎 已经立志 想要成为张仪宁一样的优秀运动员 这一年 孙颖莎拿到了全国少儿比赛的单打和团体亚军 这也是莎莎人生中的第一次双冠网 此后的多年间 孙颖莎在省队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2015年9月 她获得全国少年锦标赛女单冠军 进入国家二队 2017年1月 又从比赛中脱颖而出 击身女子乒乓球一队 让孙颖莎在国际赛场上出路锋芒的 是2017年6月举行的日本公开赛 当时 16岁的她第一次参加公开赛成人组比赛 就拿下女双 女单双料冠军 并凭借优异的成绩 空降世界排名第十位 当时的媒体 用犹如一阵旋风横空出世16岁天才少女 来形容孙颖莎的出现 由于孙颖莎攻击性强 俐落的囚风 与大魔王张仪宁的风格有些相似 自此孙颖莎也被称为小魔王 2021年东京奥运国拼混双失利后 单打和团体赛都面临着拿下金牌的巨大压力 孙颖莎不负众望 以4比0碾压一腾美城 与陈梦携手挺进乒乓球女单决赛 时隔一周 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中 孙颖莎再次击败一腾美城 帮助中国队拿下女子团体金牌 当时的孙颖莎才20岁 中国队年龄最小的队员击败了日本队女一号 巴黎奥运周期 孙颖莎竞技状态一路攀升 先后斩获士兵赛 世界杯单打金牌 还世界排名第一 以头号种子的身份出战奥运会 距离乒乓球大满贯 她仅仅差一枚奥运会单打金牌 可惜的是 孙颖莎未能如愿 但这并不会是她职业生涯的终点 四年后的她 期待着蜕变成为真正的大魔王 好 孙颖膏 余路 鱼 功能 无